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50来人 大部分是engineer 那后来呢 成长到大概100人不到 这样接近100人 然后我们做的是 Wireless Intrusion Protection System 简称叫WIPS 那我们从各个渠道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分析 就是在WIPS这个领域里面 Air Defense是其中的佼佼者 也正是因为这样子 尤其是当我们在 在跟Cisco 我们的多年的直接的对手 有一次在是 就是在跟他有一次在TJS的一个Wireless Handheld Device 的一个Security Break 里面 我们是在当时彻底把Cisco给赢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让Motorola留意到 然后他就在2008年把我们给收购了 并且呢 我们就当时进入了他们的这个WiFi Division 那在我们进去以后呢 我们continually不停的在那里做 然后一直帮助Motorola的WiFi Division 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跟Cisco继续去抗衡 那当我们 我做了大概在Motorola收购了我们大概有7年多的时候 当时算来我已经在这个在这个领域做了10多年了 然后我那时候想换跑道 有多种的原因 那其中一个是当时我们最喜欢的创 创始的那个VP of Engineering 他离开了 那所以当时 而且也有这个是让我思考 我什么时候应该要换 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WiFi已经出现了一个行业的饱和 跟技术的成熟 这两个事情 行业的饱和是怎么样 就是说当时我进入WiFi这个领域的时候 WiFi的startup很少 还是相对比较少的时候 那因为WiFi的这个standard 它的Porticle最后最后成型通过 在H4E里面通过是90年代的末期 所以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 很少这样的公司 那我很有幸在那个时候进入了这个领域 但是等到2010年的时候 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很多有关WiFi的startup 不停的出来 有的一两年就没有了 就失去了 就已经是倒闭了 那有的也会被大公司所收购 那慢慢慢慢 但是这个时间段大概就是在那五年里面 那之后呢 就没有 就很少再听到说有人在WiFi怎么样怎么样 有些什么新的东西出来 我们在业内就非常的清楚 因为它的Porticle 没有什么突破了 然后它的这个就是这个技术的瓶颈已经出来了 已经看到了 那技术也非常的成熟了 不管是在这个网络的带宽 无线网络带宽 还是无线网络这个security方面 都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VP的离开 导致到我自己思考这个 就让我觉得说 分析了几年以后 我觉得It is time 到了时候我要离开了 然后很快 那个时候也看到5G已经冒头 而且6G也都开始被市场去讨论了 那其实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说 它会蚕食WiFi的市场份额 我在过去这一两个星期看到有一个说法 有一个评论说 6G出来以后 会把5G打成过去的2G 就说技术的这个隔代 这个升级换代 对旧有的技术的那个碾压是非常的彻底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这个也增加了我的这个困惑跟焦虑 我觉得It is time 但是当我出去找工作的时候 我所有的回应都是跟WiFi相关的 因为我在LinkedIn上把我的那个一个setting改了以后呢 Recruiter会来找我的 而且我自己出去递简历的时候 只要不是WiFi相关的 都被reject 基本上没有下文 如何换跑道 其实就是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迷茫加上焦虑 往哪里换 第一个 究竟往哪里换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跟孔毅老师讨论过很多 比如说AI Robotis 等等等等 好几个 然后要换的话 我这次的储备肯定不够 然后我当时已经是有了家庭 有了小孩 然后我当时在那个team里面非常忙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到为什么会那么忙 所以我几乎不太可能说我再去 他在读一个跟我原有的专业完全不一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degree或者是courses 基本上不可能 那我的知识储备是不够的 然后我也缺乏相关的经验 我们在美国找工作的话很多都会提到说experience 等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 其实你的experience比你的学历还要值钱 但是我完全缺乏 我怎么换呢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尝试了多次很久的祷告 但是神都没有回应 然后就在这一个时候 这个韩国客户的customer crisis 他们的这个事情就pop up出来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有很多的背影的背景 那深层的我就不再去深挖 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 Air defense在08年被摩托罗拉收购后 在2015年随着这个Wi-Fi division 就被这个zebra technology收购了 然后就在被这个zebra technology收购后的 第二个星期的那个星期一的早上 我们就收到这个senior VP的紧急的email 就是关于韩国合作的伙伴 所报告的一个crisis 韩国有大家都知道 它有至少有两大非常有名的汽车制造企业 那我们想打入其中的一个 其实是要去撬Cisco的墙角 那在当时呢 那我们按照美国的公司Modoro 是打不进去的 所以我们当时就找了一个韩国的partner 在local 不是合资企业 而是说我们跟它partner 那当时在2015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要进去的时候 要做一个demo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发现了有一个安全的漏洞 但是这个漏洞经过半年以后 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 那但是下周一就要product release了 客户当时就震怒 非常的气愤 他说如果在email里面我看完以后 我看到这个客户说 如果下周一不能够顺利的product release的话 我们公司会面临巨额的赔款 然后会失去高额的合同 这个高额的合同呢是单单就这一次的release release是5 million 但是我们已经谈好了一个5年50 million的一个contract 这两个会马上失去 而且还不单 还不算我们当时已经是在跟这个汽车公司在讨论的 在谈判的一个未来10年的contract 那个就更加不用去提了 而且他还说到 他会用法律手段来诉讼我们 不仅仅是这样 这个法律诉讼的case 他会把它带到公众 make it public 那所以这样子一带来的是一个很不可估量的商与的损失 所以当时 从韩国那边的partner 到了我们的整一个亚洲区的高管 然后从亚洲区的高管就直接就升级到我们整一个division的senior VP 然后VP在最后说了一句话在email里面说 必须要在下周一之前提供解决方案 保证release顺利的完成 但是我们一般作为engineer 一看到一个这样的crisis的话 我们马上会去想要在我们的lab里面去扶持这个安全的漏洞 但非常遗憾我忙活了大半个下午 没有办法能够扶持出这个安全的漏洞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background information 是说我们当时的embedded team 有一个technical lead 然后他在Zibra收购我们前两个星期就在公司内部 跳去了另外一个团队 就说如果这个technical lead在的时候呢 他应该是去扛大石头的那个人 那不会是其他人 肯定是他 他已经走了 然后另外团队里面有一个比我 资深的工程师 他是个香港人 所以他跟我的关系很好 因为我也讲粤语 所以我们平常经常在一起 个人关系相当好 那工作上的关系也相当的不错 但是在那个时候 当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扶持这个安全漏洞的时候 我就去找他 我本来想跟他说能不能够我们再讨论一下看看怎么样 结果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Frank I have to leave office before 4pm which is right now 我现在马上就要 移开了 I cannot help you can either push back or you are on your own 他说你要不就把它踢回去 要不呢 你就只能自己 自己去解决了 我们广东人讲 要直升了 又扎上了 所以就只能看我自己 所以在那个时候 Air Defense 之所以成功 他是因为我 我们是个非常好的团队 就是通力合作 任何的大石头下来 都是整一个团队这样顶上去的 所以我当时完全完全没有 就是不会想到 也没有expect到我跟我关系这么好的一个同事 而且比我Senior 那么多的一个同事 他会不愿意接这个石头 所以我当时彻底就 就就愣在那里了 就像是大脑短路一片空白一样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非常有幸的是 在这场施工里面 我听过孔毅老师 跟我们讲个许多的课 其中有一个就讲了这个 这个关键时刻和静的力量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我慌乱了好几分钟之后 我就跟我自己说 Frank 你必须要静下来 但是我当时在office 我去哪里找一个地方 能够让我静下来呢 我很快想到一个地方 厕所 所以我就找到一个厕所 在我们的building里面 总有一些厕所是没有人的 我找到一个厕所是没有人的 我关上门 我坐在那个厕板的上面 我开始祷告 那当我一祷告的时候 我一开始祷告 我就 马上觉得平安 人就静了下来 然后我就停在那里 不停地呼求神 我说主我应该怎么办 不停地呼求神 我越在那里祷告 我越在那里呼求神的时候 我就越静 我越安静 从神那里来的平安和喜乐 就充满了我自己 等到我的这个静的时刻 结束了以后 我就起来 心中充满了平安 我觉得 这个挑战 我必须要直面它 我不能够push back I have to on my own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就回了第一封email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说 这个关键时刻 number one 是这一封email呢 因为 在那个时候 不管是谁 回这个email 他就必须要take这个例 而我当时是不知道 我自己可不可以 有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 祷告让我有平安 所以我迈出了这一步 我回了一封email 我就跟他们解释了说 我没办法 扶持这个安全的漏洞 能不能够第一 争取多一点时间 让我们可以debug 第二个 我说可不可以 把你们所有的设备 在韩国 我的那个partner 的lab里面的设备 整一套 给我 用overnight shipment 寄到美国来 到我的office 然后我就发了出去 结果 当时是大概下午 五点前 韩国那边是早上 那在早上的时候 我们差十二个小时 他几乎是秒回 用非常粗鲁的话 几乎是破口大骂说 不再可能给你任何更多的时间 去debug 而且很非常粗鲁的拒绝了我的要求 拒绝了我 请他们把设备运过来的要求 彻底的拒绝了 而且最后说了一句 The dead night is tonight EST time 你们的晚上凌晨十二点 我停在这里 其实 我们原来不是讲好的是下周一吗 但是这个韩国的合作伙伴 已经气到一个地步 他没办法去 因为他以为他没办法去思考了 他以为我跟之前 亚洲 亚太区的 他们的 就是 当时还是Moderola 亚太区 在新加坡的那个lab 里面的那个field 或者是叫self engineer 他们 来应付他们的同样的一个做法 就把球踢回来 这样子 然后我看到这样子 我就 因为也快到下班的时候了 然后我 而且我当时考虑了一下 我就合上我的电脑 收了包回家 回家以后 我该运动的运动 我该陪我小孩玩的 我陪我的小孩玩 洗完澡吃完饭 把小孩安顿好睡觉 然后我回到我的电脑前 那个时候大概是九点多钟 第二个关键的时刻 静的力量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静下来 因为 我下午就已经尝过这个 平安跟喜乐了 所以等到我 看到他们的 跟我说 那是当天晚上 12点的那个Email的时候 我其实并不惧怕 我也没有慌呢 再次的是 再次的去求告神 用尽的力量 我安静的 坐在我的电脑前 什么事情都不管 什么事情都不顾 我只是在那里说 主 求你带领我 主 求你充满我 当这个平安跟喜乐 再次充满我的时候 我开始去写 我第二封的Email 第一个 理解 我说我理解 并感谢他们在前线 直接面对客户 并且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第二点 解释 我是在当天 临近中午时 才收到这个 Senior VP 转发的邮件 我并不清楚 之前整一个事件的历史 我想跟韩国的partner说 我跟他们 我跟你之前碰到的人 不一样 而我再次详细的告诉对方 我在下午所做的测试 并且再次详细的解释 这个测试的结果 我在美国两个test pass 多次的测试结果 都是一样 没有发现他们报告的安全漏洞 再次重申请求 把在他们lab整套设备 尤其是那个Cisco AP 用Overnight shipment 给寄到美国来 因为 他们所说的 这个 这个安全漏洞 只在Cisco的AP上发生 而我们在公司的lab里面 是有同样的version 同样的一个brand Cisco的access point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能够把它扶置出来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 把那个寄过来 但其实我心里面 Somehow 我就是觉得 我的gut feeling 跟我说 There's something wrong there 我并没有一个具体的 说是我的system log 或者是我的debug log 跟我说是Cisco的AP出的事情 但是 Somehow 我就觉得 应该是在那里出事情 然后我在我的email里面 特别着重的提到了这一点 最后我说了一句话 If I cannot reproduce it I cannot fix it 然后我在 晚上十一点半的时候 我把这个email发了出去 紧接着我就去睡觉 当晚我睡得相当好 Like a baby 然后第二天早上 我一起来的时候 我马上去查我的邮件 收到 Senior VEP寄过来的 Frank Uwageli 他说 我们感谢 你所有的hard work 你在中午之前 一定能收到 从韩国 用overnight寻门 寄过来 所有你要求的设备 那当我们中午 收到韩国的合作伙伴 寄过来的整套设备以后 我马上就和我之前所说的 那个比我cini很多 关系 跟我很好的同事 一起把那个test bag 给搭建了起来 并且立刻就复制出 那个安全的漏洞 然后我马上就给韩国的合作伙伴 再次写了一个email 我恳求他们帮我们争取时间 而且我明确的说 延迟product release 然后这一次 隔了两个小时 他们其实没有睡觉 他们是 我猜他们就一直在等 然后也大概是在 韩国当天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 我等了两个小时 因为大概晚上七点多的时候 他用非常nice的口气 非常nice 非常professional的口气 跟我们讲说 他已经帮我们额外争取多一个星期 Hallelujah 然后我们在第三天 隔天就证实了安全漏洞 是在这个Cisco的access point上面 其实就是在 Cisco在所有美国生产的access point 是100% follow Wi-Fi的protocol the standard 所以我们在亚太区 我们在亚太区的分公司 我们shift给他们的所有的设备 都是在美国生产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半年里面 完全没办法reproduce the bug 但是我们韩国的合作伙伴用的这个AP 是Cisco在亚洲生产的 他们是在亚洲当地购买的 里头有一个bug 其实那个bug只是一个 在他们的那个Cisco AP the handshake 一开始boot up以后 the handshake 那个beat broadcast 那个beat上面 有一个beat 他们没有射 就一个beat 没有射 That's it 产生了这样一个bug 然后我们就开始加班奋战了10天 提早3天提供了这个final fix 给韩国的合作伙伴 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 在他们的lab和客户那里 就是在那个汽车公司那里 实地的测试 并且按时顺利的完成了product release 跟大家总结一下 这一个案例 两个星期给我带来的是什么 是我再次的感受到 原来神是无处不在 无所不能 我通过静的力量的修炼 得到内心的平安 我能够冷静的处理很多的事情 我跟各位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们当时在Motorola内部 是有一个engineering里面 叫做product management 里面的director是一个白人的女士 在跟韩国的客户 argue的时候 开会的时候 被活生生被韩国人给骂哭了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理 直接就用脏话就抛过来 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不管他们讲什么 我focus在what I need to do what I need to fix the bug to get the job done 所以冷静处理 这个力量是源于神 通过静的力量 静的操练 让我得到内心的平安 我结合刚刚 孔毅老师所说的那五例 第一个是接受挑战排除万难 这个是我应用了 孔毅老师教我们的其中的一个例 就是Poly 然后在说服和争取韩国合作伙伴 和Senior VP的支持的时候 我同样用的是Poly 加上魅力 那坚持要求韩国合作伙伴 把整套设备以最快速度寄到美国 并且我一开始就target到 有可能Cisco AP出问题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看见 这个是演绎和动力 那连续的加班不畏艰难 我比谁都做的做的做的晚 做的久做的累 所以体现出是一个动力跟得力 那整合团队 当时这个事情要做成要这么短的时间 要把这个Bug Fix 涉及到我们的Server Team QA Team 然后有我所有的同事 包括团队里面 我刚提到那个比我Senior的同事 而且是已经跳到其他团队 原来的那个Technical Lead 他后来有专门Dedicate Two Hours 跟我们去分析那个Lock来Debug 那还有加州印度裔的同事 好几个和我刚刚上任的 什么忙都帮不上的印度裔的老板 还有亚太区的高管 韩国的合作伙伴 因为韩国的合作伙伴那里 有我们从亚太区 assign过去的Self Engineer 所以所有的这些同事要通力合作 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Crisis给Fix掉 这个是运用了孔毅老师所教导的魅力 最后是归功于团队合作 我每往前迈一步 因为我们当时是每天我要有一个 Summary的Update的Email to the Senior VP 还有下面的VP Director 还有所有各级的Technical QA Engineer QA的Manager 还有Server Team的Manager 所有的 那每一步 我每天 我走出哪一步 我一定要把做出贡献的同事 要Acknowledge他们 充分肯定队友的贡献 解决了这一个难题 感谢主是让我从基督身上学到 也真是很感谢能够从孔毅老师的课里面 学到这个是得力 那我们付出这么多的努力 Air Defense这个团队 把我们在帮助WiFi Division 把我们在韩国 甚至亚洲 日本等等 整一个亚太区的Market 给巩固了下来 并且是慢慢把Cisco 在WiFi这一块 尤其是在WiPS这一块 的势力 基本上挤了出去了 本应该是很好 对不对 本应该是可能 升级啊 涨工资啊 我是拿到一个奖 我也是涨了工资 也升了一级 那本应该就是平平稳稳的往下走 但不是 两年后 Extreme Network 就从Libra Technology 中就把这个WiFi Division 给收购了 他们收购后做的一件 第一件事情 就是在美国裁员 因为在这个Extreme Network 里面有大量的印度裔的高管 而且他们在印度 有一个非常大的研发中心 那而且他们当时一裁员的时候 首先就把我们的Server Team QA Team 所有的工作 立马就都移了过去 移到印度去 然后马上就把这两个 Team 所有的同事全部裁员 然后我们Embedded Team 稍微好一点 但是慢慢你会发现 开会的时候 很多陌生的很年轻的印度的工程师 加了进来 很多我们原来很熟悉的很好的 美国这边招的员工的同事 就流失了 有的是跳槽 有的是提早退休 提早退休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 公司提供很好的Servorance Pay 希望他们离开 而且还有的就是 悄无声息的就被Lay Off 就走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只是发现几次开会没来 一问老板走了 然后越来越多的印度同事 从印度那边Dine In 参加我们的会议 然后慢慢的我发现 就剩下我一个了 因为 因为我的 我之前所提到那个最好的同事 他也离开了 他提早退休 整一个 Air Defense Team 最后只剩下我最后一个 为什么我不走呢 因为我当时正在做一个 我们Next Gen的一个 Product 我是里面的 Lead 而且我承担了 最大的责任 我总是觉得说我要先把这个做完 那在2018年初 当我把这个最后的一个 New Feature 做完了以后 一个星期后我也被裁员了 干嘛要等一个星期呢 他们要等印度那一边的 QA Team Test 发现没问题了 可以了 Frank可以走人了 但是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呢 解脱 因为我当时 我记得后来在 Extreme Network Office 不在麻州 在麻州北边的一个州 叫 New Hampshire Border上的一个地方 很大的一个 Site 我去了以后 那我们的整一个 Engineering Team的 就是 Extreme Network Engineering Team 有一个 Network Administrator 他有一天过来找我 他是 Frank 你过来一下看看 然后我一看 原来我们 Air Defense 最有价值的那个Server 他正在检查那个Server 里头有我们所有的同事 的这个List 我们所有这么多年来的 Document SPEC 还有我们的Code Code Base 每大的Release 都有一个Copy在那里 然后他就问我 你这个List上面 你觉得 你认识的还有谁 是留在我们 Extreme Network 我说 Just me I'm the only one left 所以 这感受很不好受 我知道 当我培训那些印度的 年轻的工程师的时候 我很清楚 下一个要被Lay off的 就是我 但是 I am professional I have to do the job 那 在这个时候 Lay off以后 马上要找工作 我就到处去递这个简历 但是 就像我之前有提到的 我不再想要做这个Wi-Fi 但是 有回应的 依然还只是Wi-Fi 怎么办 那有一天 我在修改简历的时候 我就想起 Roger 孔毅老师 曾经在我们一次培训中所提到的 一张A4子的Resume 的那个Case 就是你怎么样在 我只允许你用一张的A4 一张子 写一个Resume 打动我 让我找你 那我当时看到这一个的时候 我就想起来 成功拿到offer的 是一个小伙子 他就画了一幅画 就是一个 一个 跟他长得一样的很帅的一个小伙子 然后戴着眼镜 戴着一条领带 一手拿着computer 一个laptop 一手拿着一支笔 然后 有几个在这幅画 这几个item的旁边 就有一些的解释 这些解释 就是他的核心的能力和价值 所以当时一看到的时候 那个面试官一看到这一个 就愿意跟他往下谈 愿意跟他往下谈 慢慢慢慢 最后 就觉得他很fit 很fit这个position 所以他就outstanding出来了 所以我当时就想到 我要改我的简历 怎么改呢 从罗列skillset到突出who I am 我是谁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的性格是什么 我的能力 我的强处在哪里 从讲流水罩到讲故事 然后从掌握多少技术到突出我的能力 其中一个是学习能力和解决难题的能力 而且要准备一个30秒到1分钟的自我介绍 并且要反复的练习 那我当时的一个练习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在linking上有很多recruiter找我 当我有工作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不回应的 等到我要找工作 我很actively去找的时候 我不单是每一个找我的我都回应 甚至我会主动去找他们 Why 因为我找他们我一定能够找到 一定能够得到 10到15分钟 甚至20分钟的一个conversation 他们一定要先了解我 然后才可以帮我找匹配我的工作 那这个过程就可以让我大量的去训练 我怎么样去跟别人介绍我自己 然后尽管我做了这么多的准备 但是我还是没有拿到on-site interview 然后我就很frustrated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职场的目录者去谈的时候 他听完我的满长一段时间的抱怨以后 他是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把我敲醒了 他说Frank你要安静等候神 安静等候神 神最后的那一步往往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有一天有一个recruiter找我 然后跟我把那个job description给我寄来 我寄来以后我看了一下 我发现里头很多的东西我不懂 或者是我没用过 我只是know you by a name 但是我当时想着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我还是把我的resume给他寄了去 我寄给他以后呢 他跟我谈了一下 他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他说我很喜欢你的resume 而且我也跟他讲了说 有一些东西是比如说尤其是编程的语言 是我没有用过的 然后他很高兴 他说我觉得你讲的很好 而且你很honor 你很诚实 我喜欢这个 然后他就把我介绍给了那个hiring manager 那个hiring manager 他跟我那个电话interview的时候 我就首先他问 他就想知道我是个怎么样的人 然后我那一分钟speech的准备就派上了用场 然后完了以后呢 他还当时他还跟我说了 他说 他说 你 因为我有 因为我有跟他提到说 你们的编程语言 我没有在实战中用过 他当时回了我 他说我相信编程语言只是一个工具 你在工作中一定能够学会 然后大概过了几天以后 那个recruiter就跟我讲 他说会给你一个面试 那我当时就非常的高兴 我就上他们公司的网站找到 他们的很多detail的information 包括他们的white paper 他们的product的介绍啊 然后我自己写了下来 就说我对他们整一个product 公司的理解我写了下来 而且我有很多的问题 我有一个question list 一个是我的understanding 另外一个是我的question list 然后当我去面试的时候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我出门 我就开始祷告 一路的祷告 从我出门 我开车出门 到我到公司楼下 我不停的在跟神talk 我在跟神求告 我心里面充满的平安 充满的平安 但我上去跟他们谈的时候 有两个engineer 他们跟我谈的时候 谈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 因为我一早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的语言我是没有具体用过 他们没有去考我的coding 那他们有一半的时间是focus在我解决 困难的细节上面 我就很自然的就跟他介绍了我之前所提到的那个韩国的case 然后另外一半的时间在讨论他们的product 那这样子的时候我对他们product的理解跟我的question list 就完全派上了用场 最后这两个engineer跟我谈都超过的时间 清花路放他们简直是聊得很好 那他们这两个engineer聊完以后 我下面一个应该是一个QA的manager 但是我的hiring manager 直接就把QA manager 对我的这个interview给取消了 他直接就jump in 跟我谈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 所以我本来的那个interview 应该12点结束的 他最后我延到是1点15分 把我饿死了 才结束我才离开 那大概隔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就拿到了offer 我总结一下 resume不能仅仅是skill set的罗列 要突出介绍你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要有具体的案例的简介 并最好有数据支持你的story 准备好一个30秒到1分钟的自我介绍 要不断的练习 尤其是对陌生人去介绍自己 能力远比学历和毕业的学校重要 包括学习能力和解决难题的能力 尤其要在我们的resume和面试的时候 要突出这一点 这个是可以通过训练 从修改resume开始 到你interview的training 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 要在面试前研究对方的公司 尽可能了解对方的产品 最好能准备一份针对对方产品的问题清单 因为这样子你在面试的时候可以去请教他们 要诚实 I try my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 然后我下面会跟大家再分享两个resume 这个就是我说的我之前没有修改的 就是career objective 然后是我的是我的skill set 等等等等 然后呢我还把我的award放在最最最最前面 然后我的介绍就是普通的这样子的流水帐 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子 然后最后就是到我的学历 然后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后来修改过的 我修改过的就是这样子 首先讲rich software engineering background solving challenging technical issues 然后我讲的是creative and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er 等等等等 然后尤其是讲到 当我讲到我的 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 要先讲你的能力是在哪里 你认为你最强的地方是什么 reply learning new technology 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渴望去学新东西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我 然后我有过在非常紧的budget跟时间的限制下 把工作做完的能力 然后我还是一个能够 因为我是trilingual 我讲三种语言 所以我是完全能够fit in一个 multicultural cross functional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工作 我完全不违和 我一点觉得困难的都没有 我就去跟别人talk 而且我能够把我这个idea deliver 跟他们去讲 所以这就是我 所以我当时就把这个写在最最的前面 然后当我举一下这个例子 就是提到我刚刚在跟韩国的那个case 里头讲到这个是一个enhanced time Air termination 因为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feature 那当时的那个problem出现是DFS channel上面 就是这里讲的DFS channel上面 出现的那个security hole 然后我必须 最后这个enhanced的以后 我是triggering 10 to 20 times faster speeds 就比以前要快很多 而且我能够当场在layer2 network 那个layer里面的layer2 就能把hacker直接就给target住 所以这个是 这个就让 并且我跟他还提到说 saving 这一个deal 所以这一头 就是一个story 如果我感兴趣 我会拿这个来问 我就会问很多的detail 因为我也interview过不少人 我会第一时间就去问 为什么你会这样子 你是如何做到 你的细节是什么 为什么你会比之前快10到20倍 然后紧接着另外的一个 就是我临走前做的那一个 就是被lay off之前所做的那个 这个新的alarm system 原来的alarm system是在server上的 但是我们要把它移到我们的sensor上 why这样可以快 所以是9倍的加速了9倍 所以这个就是有data去support我的story ok 当你能够在你的resume里面 讲出这样子的一个story I'm not the best 我这个不是最好的 但是这个是个idea 这个是个idea 就说怎么样子能够在resume里面 把你跟和其他人区别出来 其实就是在我解释这个的时候 我并不是说我用了什么语言 然后我在哪个system上面 我做了什么don't know 我是讲了一个story 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跟他们讲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who I am 好 我就停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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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